林林今年剛剛懷孕 不知多麼開心 她看到自己的媽媽照顧自己 隨之自從媽媽入屋之後 她林林林沉沉一直沒有停 你看 林林每天就是這樣過 怎可以不溫悶 喂 媽 你還有多久回來了? 啊 還有個小時嗎? 好 先看電腦 你女兒做甚麼?有用電腦? 好啊 你不是做了個小時嗎? 電腦的輻射很大 她的胎袋說了多少次 門都鎖了 她應該進不來了吧 媽媽 你哪裡捐出來的? 打電話輻射很大 你知不知道 有輻射的 有輻射的 媽媽 我應該怎樣做 剛才的故事當中 真的替這位準媽媽感到欲悶 懷孕期間 其實對於全家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時期 除了醫生主行要注意之外 其實在使用這個電器的時候 都要額外小心 你說這個電器是有輻射的話 對於你的媽媽來說 真是無可避免的 應該怎麼辦呢? 新媽媽終於有寶寶了 全家人當然又開心又緊張 所以平常最主要注意 新媽媽的飲食 亦都要非常注意 新媽媽的起居習慣 在所有的注意事項中 輻射問題是大家最關心的問題之一 那麼長期身為輻射範圍中 對新媽媽的身體 是否真的會造成影響呢? 這種影響會有多大呢? 最後我們詢問了專家 因為長期輻射 因為長期輻射 營養的吸收 吸收肯定會減少 會影響這個胎兒的化育 單出來體重不足 引向很多生生兒的病變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羊水會減少 羊水減少的話 亦都會相應出現很多的病變 例如這個胎胎胎胎 胎胎胎胎胎的缺氧 甚至胎胎胎胎的那些情況 都會發生的 專家跟我們說 新媽媽長期身為輻射範圍中 很容易導致羊水減少 從而導致嬰兒鮮天化育不良 這樣說的話 好多人害怕 現在這麼多家用電器 或多或少都會有輻射 那我們在常用的家庭當中 哪些電器的輻射量是最大的呢? 帶著這個問題 我們詢問了各位解放 微波爐 我覺得電磁爐吧 電磁爐反覆射就比較嚴重一點 電吹風嗎? 公寓大嗎? 應該是電腦吧 微波爐吧 微波爐吧 街坊們的答案各不相同 除了我們的調查員 又在網上做了一番查詢 發現網上的說法 也各有千秋 綜合網上的說法 和街坊們的說法 我們選了幾種大家最常用的 又是被懷疑 輻射很大的電梯 分別是電腦 風筒和電磁爐 還有微波爐 在這幾種電器裡面 哪個輻射值是最大的呢? 我體積這麼小 肯定不是我 肯定是電腦 它這麼大分 你成什麼? 我用電最少 怎麼可能是我 我這麼胖 要求很低 只要輻射證 不是最大就可以了 你們重演很厲害 做什麼? 我的輻射值肯定是最小的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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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你 各位農人 你們不用爭 讓我們一起做個實驗 真相就大白了 為了檢測出我們的家用電器當中 究竟哪一種電器 它的輻射最大呢? 所以接下來 就會有一個實驗 於是不同地打開這個家用電器 然後用到我們的輻射熱去進行檢測 我們的欄目組分別準備了電腦 風筒電磁爐 微波爐還有輻射熱 等一會兒 我們將這些電器分別打開 用輻射而測試一下 看看誰的輻射量是最大的 首先我們打開北記寶電腦 看看北記寶電腦的輻射量 半個小時時間過去 我們發現打開北記寶電腦之後 在距離北記寶電腦5厘米的距離 輻射而顯示的數值分別是2.1到3.5微特斯拉 而在距離電腦20厘米的距離 數值穩定是1.0到2.2微特斯拉 知道這個數值是否最大 下面我們再測試一下電磁爐 我們發現在距離電磁爐5厘米的地方 輻射值為3.4到4.2微特斯拉 而在距離電磁爐20厘米的距離 輻射值為2.1到3.2微特斯拉 兩種平均數值都要比電腦要高 你那數值值給我高 我再也不怕榮燈防守 為何會這樣 希望微波龍有風射值給我 但是 好吧 十分鐘時間過去 我們就發現 在距離微波龍5厘米的地方 輻射量為時在3.2到4.7微特斯拉 而在距離微波龍20厘米的距離 輻射量為4.1到4.4微特斯拉 不知道風筒的情況又如何 你和我定 我體積這麼小 可以產生多大的輻射 對了 連風筒這麼小 它的輻射量 會不會比電腦還要少呢 下面我們再來看看風筒的情況 咦 好像不對勁 我們剛才打開輻射2 就發現輻射2閃過不停 在此輻射量應該不用 僅僅過去3分鐘 輻射2顯示數值達到15.48微特斯拉 不知道再過幾分鐘 情況又會如何 5分鐘時間過去 我們發現在電方桶 風筒5厘米的距離外邊 輻射現在數值為15-20微特斯拉 數值超過了田前路 微波龍和電腦 有沒有搞錯 為何會是我 天啊 為何會這樣 我真的要回憶一下我的人生 等等我們再來看看 距離20厘米的地方又如何 5分鐘時間過去 距離電風筒20厘米的距離 輻射量平均是在13-14微特斯拉之間 通過一系列的實驗 我們經常發現 電風筒的平均輻射值 要比前三者都要大 那是否說明了 我們的新媽媽不應該用電風筒呢 如果用了 是否會造成上述採訪提到的 新生兒可能會因為輻射患病呢 我們知道這個電吹風的輻射 以及我們所接觸的一個家電的輻射 它大多數都是屬於一個非電離輻射的範圍裡面 即是說我們接受了這個輻射 或者是吸收了這個輻射之後 它主要是以熱量的形式就會轉化 原來是這樣 原來是這樣 原來電風筒所謂的輻射 其實是非電離輻射 而我們吸收了這個輻射之後 會以熱能的形式散發了 所以危害並不是像大家想像當中那麼大 不過在我們的採訪當中 專家還提醒我們 儘管是長時間接觸輻射 避免自己的身體受到傷害 原來是這樣 所以說作為這個準媽媽來說 在用這個家用電器的時候 也是認真要注意 不過說到這個家用電器是有輻射的話 那我們應該要用什麼來防輻射呢 是的 家居電器有可能是有輻射危害 那有什麼東西可以防輻射呢 說到的這個植物其實它有一定的吸收 只要放一盤植物 竟然可以幫新媽媽抵抗所有的輻射傷害 究竟是什麼植物這麼神奇 對這個電器膜有一個衰減或者是阻擋的作用 究竟在生活當中 新媽媽怎樣才可以保證自己不被輻射呢 專家說只要三步就夠了 我們要保持一些 傳影片說查得先說 生活調查團 接著下來為你繼續調查 作為準媽媽來說 怎樣才能預防一個電器帶來的輻射呢 我們在這個朋友圈上面 看到一篇文章 看看怎樣說 對於在家庭或者辦公室當中怎樣被輻射 網上有不少人給出了答案 但是中日網上有所有說法 不少網友都說 鐵線缺是最有效的防輻射成品 根據這種說法 鐵線缺可以抵抗85%的輻射量 這麼神奇 對於這種說法 不知道大家又怎樣看呢 對於這些準媽媽來說 特別是在辦公室工作的準媽媽 真是替她們辛苦 周邊有很多電腦 打印機 你說想避開這些輻射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不過這樣 你說如果你擺一盆這樣的鐵線缺 真的可以防到輻射的話 是否真的呢 為了解答這個問題 我們欄目組準備了一盆鐵線缺 還有一個輻射檢測器 等待我們會先在一個較為封閉的辦公室 打開電腦 然後用輻射2 看看電腦的輻射是多少 在沒有放入鐵線缺之前 我們發現半小時後 輻射量基本為2.3至4.1 沒得知 好了 等待我們就會把鐵線缺放在電腦旁邊 一個小時 然後關了辦公室的門 看看輻射量又會是多少 我們把鐵線缺放在電腦旁邊 整整半小時 然後用輻射而測試了一下 結果發現 在較近鐵線缺的地方 輻射量基本維持在1.1至1.4 微特斯拉 數值確實有變化 不過效果並不大 那麼鐵線缺是否真的可以有效吸收輻射呢 如果多買鐵線缺 效果會不會更好 於是我們今次放多了一盆鐵線缺 在田腦旁邊 半小時後 我們再看看輻射值又會是多少 半小時時間過去 我們發現 輻射量進一步減少 不過跟之前沒有放鐵線缺的時候比 這個數值並沒有減少很多 看來買多一個鐵線缺還是有作用 但作用並不像傳說當中那麼大 再深入來看 這個鐵線缺對於防複射的作用 就沒有傳言當中那麼大 不過你說 有哪一種證物可以說 對於防複射有作用 我們是上網查過 有很多網友提出不同的答案 我們的調查人在之前的網上手送 發現除了鐵線缺 很多網友還提出了釣爛 仙人掌、陸螺 亦可以防複射 那這些植物是否真的可以防複射呢 我們的藍木組分別準備了一盤釣爛 一盤仙人掌 還有一盤陸螺 等待我們會測試一下 這些植物的防複射能力究竟有多厲害 通過一系列的實驗 我們發現這些植物的防複射能力 和之前的鐵線缺都差不多 效果都不是那麼大 可以吸收這個電磁波 一般情況下 我們說到的植物 其實它有一定的吸收 但它大多數的情況下 是對這個電磁波有一個衰減或者阻擋的作用 我們可以舉一個比較看得到的一個例子 假如我們將一個點著的燈泡 模擬成一個電磁波的發射源的時候 這個燈泡在室內 我們知道它的光線是四面八方傳播的 但如果是我們在燈泡和人之間 放置一些障礙物的時候 這個人並不是完全看不到的 它是由於這個光線的情況下 它還有一部分是可以看得到的 這個障礙物只能對這個電磁波 起到一定的衰減或者阻擋的作用 它不能夠完全屏蔽這個電磁波 專家跟我們說 輻射好像燈光一樣 是四下分散的 在較近植物的地方 輻射受到阻擋 確實會降低這個地方的輻射量 但是在其他地方 輻射量依然是不變的 為了證明這種說法 我們的調查員又做了相關實驗 現在我們將輻射熱放在電腦的另一邊 遠離植蚊 然後檢測一下 看看輻射量有多少 我們發現在距離鐵線缺20厘米的距離 輻射值平均是2.3到4.1微特斯拉 比之前要大很多 看來植物只能夠起到阻擋輻射的作用 如果電腦附近沒有植物的地方 輻射依然不小 如果要依靠植物防輻射 除非你願意在電腦四周圍上植物 那麼我們的新媽媽日常生活當中 如何避免複射呢 孕婦我們一般來說 是不建議使用這個電腦風的 即使在使用的過程中 我們不能太靠近這個電腦風 尤其是避免長時間的使用 第二種方法就是說 我們的池內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環境 比如這些舒適的溫度 清潔的空氣 可適的銀離子濃度 和臭氧的濃度 第三呢我們就是在電腦 看電腦的時候 光線要遲移 不可能過亮和過暗 各位新媽媽要注意 首先人婦在使用電器的時候 要跟電器保持一定的距離 同時要保持間房通風 這樣才可以保證自己的身體健健康康 所以說要吃得安心 住得健康 甚至還要防輻射的話 最重要是保持良好的生活習慣 不知道電視機前面的媽媽 又知不知道有學識沒有呢 不過說到這裡的話 說完我們的輻射 還有一件事在生活當中 非常注意的 那就是我們 全啦 一見大家再熟悉不過的家具 竟然導致你的皮膚過敏 甚至會導致呼吸部疾病 究竟是甚麼家具 那麼可怕 頭暈吐心 後來去看醫生 醫生就說可能甲醛中毒 為了防止這種家具 被我們帶來傷害 有人說只要在上面放一種 大家都熟悉的水果 自然弱到病嘴 還可以降低了甲醛的濃度 傳言片講 查詞先講 生活調查團 繼續為你深度調查 現在有些人對於家具生活的要求 可以說是越來越高 不單要好看 還要舒適 這兩天才知道 用某一件不起眼的家具 很有可能會導致我們全身病 甚至做生命危險 不想跟著來看看這個觀眾 她是怎樣說的 蔡姐的朋友送了一套床單給蔡姐 原本蔡姐感到很開心 但想不到有了床單之後 蔡姐的惡夢就開始了 頭暈吐心 後來去看醫生 醫生就說可能甲醛中毒 但入了新家具之後 竟然甲醛超標 有蔡姐的朋友 這套床單有問題嗎 都知道甲醛這些都會有異味 但我回去問那張床單 又不覺得它有什麼味道 都不知道是不是 由這張床單引起甲醛中毒 自從有了這個床單之後 她就被診斷吸入甲醛過多導致中毒 那導致蔡姐中毒 有沒有可能是這套床單呢 否則蔡姐的家具 還有沒有其他家具 會導致蔡姐身體不舒服呢 其實我都知道 這個甲醛超標 是對身體有危害的 但危害又有多大呢 其實沒什麼人知道的 所以跟著來的話 就由專家幫你解答這個甲醛超標 究竟對身體的危害又有多大呢 一般來說我們分這三種 第一個作用是什麼 致敏作用 如果說皮膚直接接觸甲醛 我們可能會引起這個過敏性批炎 色斑 吸入高濃度的甲醛時候 可以誘發脂氣管硝酸 第二個作用是刺激作用 甲醛的主要危害表現為 對皮膚 對皮膚的沾磨的刺激作用 甲醛呢 是有毒物質 能與這個蛋白質結合 高濃度的吸入 會出現呼吸道的嚴重的 會過敏 嚴重起床 甚至會導致呼吸道疾病 看來甲醛超標的危害真是很大 那坐車屋裡的床單 存不存在甲醛超標的問題呢 我們的欄目組隨即做了一個實驗 剛才我們就在市主的家床單上面 剪下了一個落口的一個布 現在的話我就會用到這個 甲醛空氣質量檢測 而來檢測這塊布 是否真的甲醛超標 我們先把床單布料放入玻璃缸裡面 然後把玻璃缸蓋好 把甲醛散發的範圍固定在玻璃缸裡面 一個小時後 我們測到玻璃缸內的甲醛指數 是每立方米10.7毫米 這個數值是否甲醛超標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人的標準 是假人的施放量小於和等於9毫克 一個國家標準 起單的甲醛含量安全標準 應該少於等於每立方米9毫坑 照這樣看的話 在這家裡的這套床單 的確存在甲醛超標的問題 不過說到這裡我就好奇了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降低甲醛濃度呢 最後我們的調查員專門做了一番調查 經過網上搜索 我們發現了一個傳言 就是 用一種我們非常熟悉的水果 就可以預防這個甲醛超標 一種大家都知道的水果到底是什麼 難度是蘋果 西瓜 還是橙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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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全部都不是 而是這一種 看看你就知道了 原來調查員說的這個水果 就是菠蘿 根據網上傳言 菠蘿可以有效降低甲醛濃度 這種講法的轉發量還很大 閱讀量都超過了10萬 那菠蘿是否真的可以有效去除甲醛呢 既然這個網上講到似層層的 好 下面我們做一個實驗 來由菠蘿來做實驗 看看這個菠蘿是否真的可以降低甲醛濃度 我們的調查員先把皮蛋布料放在玻璃缸裡面 然後放一切好的菠蘿 再把玻璃缸蓋好 看看一個小時之後 玻璃缸裡面的甲醛濃度會是多少 不過陣葉我們發現 和之前相比 這道梳化的甲醛濃度沒有什麼變法 那麼菠蘿去甲醛這種講法是否真的 原來是菠蘿最多可以去除甲醛的氣味 但對於降低甲醛濃度是沒有什麼幫助的 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就此講明 一般食物根本不可以降低甲醛濃度呢 慢著 在之前的上網調查當中發現 很多網友都說這個菠蘿可以降低甲醛濃度 而且還有另外一種植物也可以的 而這種植物就是經常見 特別是廣東人最熟悉的了 調查說這種植物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茶葉梗 根據網上傳言 茶葉梗是可以降低甲醛濃度 那到底是否真的呢 我們的欄目組隨機又進行掌過實驗 茶葉梗的確降低甲醛濃度 但效果並不大 簡單來說 茶葉梗可以降低甲醛濃度 但效果並不太理想 照這樣看來 想用菠蘿和茶管 來降低甲醛濃度的話 是不行的 所以作為我們觀眾來說 應該用什麼方法 可以有效地降低室內甲醛濃度呢 下次回來告訴你們 我們的觀眾究竟應該怎麼做 才可以降低室內甲醛濃度呢 難道扔掉它 主角說照一個方法就可以了 我們要保持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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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言編講 茶葉梗再講 生活調查團 接著下來的內容 靈體想都想不到 在上一節 我們木組發現 用菠蘿和茶葉梗 都不可以有效 去除室內甲醛濃度 所以 吳祭的這張床單 應該就不可以用了 第一 第一呢 咱們盡量選用一些 低甲醛含量 和不含甲醛的室內裝飾 第二方面呢 我們在選購這個 架絲時呢 我們挑選一些 刺激性氣味較小的 第三呢 我們要保持一些 室內的空氣流通 在第四的時候 我們裝 裝飾過以後呢 我們是不易當時的 當期嵌入 應該有一段的時間 讓架絲裡面的這些 甲醛能發揮出來 第五呢 咱們合理的調 調控一下 室內的溫度 和相對的濕度 甲醛隨著溫度的升高呢 它揮發的是更快一些